Hello 大家好 我是Dicky 今天剛剛收完工 成身汗 今天還沒沒浮更衣 現在趕去哪裡呢? 其實想趕去深水埗買一些小零件 去做一些DIY 做這個DIY其實是 比今天的主角 Wireless Go 用得更加開心 今天我手上有很多電掣 其實開小一個電掣 基本上我都沒有什麼好結果 所以剛才要查清楚 有些壓力的 給大家了解一下 現在我身上有多少個電掣 有什麼器材 我右手現在拿著HEO7 上面有一個 Wireless Go 我胸口也是放了一個 Wireless Go 的咪 大家留意 Wireless Go 的咪 因為我的領子太軟了 它有時候會反了下去 反了下去 有什麼問題呢? 反了下去 可能 它的表演咪的方向向下的時候 聲音就沒有那麼直接清脆 那 今天正正 就不是為了大問題出來 大家看開我的頻道都知道 我會盡力幫大家 想想怎樣解決它 有兩個方法 一個方法 是暫時性 而且是非常方便 另外一個方法 現在我就是過去深水埗 是買少許零點 去針對這個問題 另外呢 就 擺了一部 Osmo Action 基本上呢 正常的邏輯之下 其實應該我右手拿著 Action 心口擺Hero 7 因為 大家都知道 Osmo Action 其實是有個反螢幕 當然是在前面拍攝自己 應該是最聰明的做法 不過呢 現在就給大家看看實際的情況 大家看看 Rock Steady 放在頸蚊上面 它的威力可以 令幾多人滿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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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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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里讲话不可以太大声 趁现在有些时间 顺便示范一次 如何有一个暂时性解决的方法 其实很简单 我们可以考虑 用一张卡片 或者一张啪牌 又或者 一些 那些 寿司VIP卡 更加好 因为它放水 我们夹咪进去的时候 夹一张卡片 夹一张卡片 一切夹 因为我们有时 T恤 有点 就会反过来 影响收音质素 像现在这样 如果夹一张卡片在中间的时候 它就不会反过来 这个是相当简单 快捷 又不需要成本的方法 挺好的 可以暂时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 一会儿我去买一个小零件 之后 我觉得 那个方法更加 更加正 好了 现在都录了一段 GoPro的Audio Setting 是Auto 那 收音当然是用着 这个Wireless Go 那现在我来 就 去到阿表街了 那应该很快 就会买到我们的小零件了 啊 买了之后 立刻 给大家看看 应该可以立刻 展示给大家看 我所谓的DIY 如何去解决这个咪 常常不小心反转了 这样 这样 谢谢 咦 在哪里 那里 哦 谢谢 好了 那确定了咪开了 那我就继续了 那现在呢 就买了 那件小配件 其实是一件 超级磁石 那 非常强力 啊 啊 接着呢 我就带大家呢 一起去搭买地铁 那 地铁都知道 现在这里的环境 都是很吵 那大家都知道 地铁的车厢里面呢 一样是很吵 那 那 想带大家看多些极端的环境 其实我用了这个咪呢 两个礼拜 其实呢 都 没试过断线 没试过抖一下 那这样的 但是当然呢 现在进来地铁站呢 那这些灯箱 其实都有电磁波 那 都是一个很好的试验 其实我一直都在试中 那还有呢 那就 GoPro上試其實對這個麥克風也不公平 因為GoPro的音樂設定 它的編寫程式 有不同其他相機 我也想試一下放在其他相機上 今天的計劃裡面 除了搭地鐵 我還是想搭船 為什麼呢 因為據我所知 中環某一個好像神秘八慕達 那個地方 我的干擾是非常強勁的 我想帶這對麥克風去 挑戰一下那個地方 現在這裡不明顯是 地鐵車廂 現在剛剛到閘開門 想讓大家聽 開門之後 原來噪音更加大 我們等車開的時候 我都想讓大家聽聽 大家廣播聲 我亦都一邊故意說話 一邊說話 讓大家看看聲音 其實這裡真的很惡劣 如果說聲音來說 環境噪音是非常之大 想讓大家看看 就是在這個環境之下 如果我們用一個 這樣的無線控收音咪 可以幫到我們多少 現在開了車了 現在其實車都 都叫全速前進 在隧道裡面的風聲 機器聲 露鬼聲 全部都是在我周圍發生的 我故意不停說話 讓大家感受一下 在現實環境生活裡面 是有多幫到我們 那麥克風 我就不打算 在鏡頭前面走幾十米 就叫做測試這個麥克風 原因是因為 我很肯定我們一般人拍攝 是不會在鏡頭前面走幾十米 然後又背著身 我希望在一個 我們有可能會發生的環境之下 讓大家感受多些 現場的效果是怎樣 我覺得這樣比較實際些 還有一些經驗 還有一些可以說是知識 可以和大家分享 待會可以靜靜地坐下的時候 我再和大家分享 好不幸 剛才只顧著說話 其實我是過了站的 現在去到金鐘了 現在就要搭一個站 回頭 因為我想去沾沙咀 然後再搭船過來中環 其實去做片拍片 這個過程 其實都有點壓力 你看到我身上這麼多的電掣 其實開小一個電掣 我都沒有好結果 所以 還要顧及說的話 希望不要口疼疼 內容不要有漏 畫面給大家要穩定 不要對周圍的人造成太多的不便 其實都很多事情要顧 現在我要找路 現在正在下樓梯 其實都是個 Hyper Smooth Hyper Smooth 已經非常不錯 但是Walk Steady 更加厲害 我想這條片大家都看到 因為它連僅餘的水平偏差 都跟我們消除了 放在頸蚊上 非常之正 好 嘩 好 很多人 好了 現在我就下了行人隧道 都是手持 這裡先不要妨礙人拍照 先看看 有一個 在拍攝 不過我想它都不介意的 哈哈 因為這裡都其實 你看 都已經這麼多人了 我太多擔心了 那 就 很棒 原來這條隧道 有冷氣的 我真是大鄉里 現在呢 我就打算走過去海廣城 是不是叫海廣城 對 那頭 說一說一說的策略 一會兒的策略呢 就是 我會由這個 海廣城 一路走去碼頭那一邊 那 那 希望呢 在這大段路裡面 看看 我就不會出整條片的 那 如果大家呢 看到我剪了那些 剪到很短的話呢 即是說我們安全度過 整個商場裡面 我們都正常收到咪 收到任 對 現在呢 我就在這個廣東道 據聞這裡呢 就 不是很歡迎拍攝的 那 一直以來我都沒有試過在這裡拍照 那 如果不是不歡迎拍攝呢 基本上我都沒有興趣在這裡拍攝 哈哈 好啦 我相信呢 這麼大段路 這裡應該是最舒服 因為有冷氣 我記得這裡應該都可以走過去的 經過第一個保安 那 他都沒有制止我 幸好 那 現在呢 都非常接近一些燈箱 一些裝飾 啊 這部機 基本上旁邊就已經是燈箱 我未知道 他受干擾情況 那現在呢 就叫做在商場的中段呢 那就 一路走到去 一路走到去 勤馬頭的正門 那 快到了 其實都 那這裡呢 其實 絕對有不少的 啊 訊號 即是網絡訊號 在發放著 那 都一路說話 那現在呢 我其實呢 就出這個門口 啊 啊 也很複雜啦 那 那 那 現在出了一個商場範圍的了 應該 我現在的Action呢 我都停了它先 因為它暫時呢 呃 呃 大個4GB呢 就會有聲話不同火 嘛 所以就盡量都 不要給它大個4GB 暫時 是吧 希望DJI快點 解決這個問題 OK 那 我都走過去那邊 那 看看不同的位置 那我講話 其實現在的 那個CAM呢 遠近距離 是沒有什麼相關的 因為我是用這個Wireless Go 去收音 那 機房在旁邊 我想 大家都知道 機房是非常吵的 都應該 除了Disco 應該沒有什麼環境 是可以吵的 對 對 那 那 在你那裡應該是禁止進入的 那我就不進入了 讓大家看看這個Viu 那 那當然 當然 在船上 其實 我都是相當搖晃的 船長在這裡 那當然 現在在船上 其實都相當搖晃 那 我覺得它應該會幫到我的 我一直說話 其實就是 給多些機會 可以剪到一些 參考片段 給大家看 所以 我不會走那麼近 就是那個機房 那 走得那麼近 那機房 就是受那種干擾 就是 聲音干擾 聲音 收單很極有限 大家都知道 這個應該是基本上是uch 如果你去到一個非常吵雜的環境 就試過一下就可以了 有關這個action 其實我也已經綁下了一些ポイント 就是用他的一些tips 我以前小時候很喜歡看這個畫面 他們合作得很純熟 我以前小時候很喜歡看 有關關於Action 其實我都拿下了一點點 跟大家分享用它的提示 如何使用得更好 包括一些小改進 只需要一些小改進 這部相機會有更好用的效果 現在可以下船 現在我一直在說話 聽聽聲音 聲音一定不會很清晰 很好的 這是常理 我不是故意去一些情況 去說壞 當然 我當然不是故意去一些 惡劣的地方 故意去說壞 當然 當然不是這樣的意思 但是 就是想找一些比較多變 極端的環境 都給大家感受一下 其實目的 就不是給大家去考慮買不買它 而是給大家去考慮一下 我們去用這些咪的方法 和秘技 這個也是我更加想和大家分享的 因為其實不同的器材 我們都有竅門和秘技 我們只要知道這些竅門和秘技 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獲得最好的效果 我們的目標地點就快到了 還有一點點想和大家說 有關這個Wireless Go 其實我覺得 如果我們只是覺得它 是一個拍Vlog的 因物 只是拍Vlog的話 似乎就浪費了它 為什麼呢 因為 觀乎它的設置 可以很快捷 穿戴也很方便 其實我想到一些東西 是可以很善用它 我會積極爭取一個機會 拍一些Sample給大家看 給大家一點點提示 其實跟小孩子有關 因為 現在很多父母 其實都喜歡 都不只是喜歡拍照的 幫小孩子 想拍下一些片 做回憶 大家都知道 同然無忌 小蚊仔經常說的 是很搞笑的 如果 我們拍下這些片段 是可以清楚收到小蚊仔的聲音的時候 其實那個 那個紀念性 又去到另一個層次 現在我去到這裡 其實極有可能 已經受干擾 我給大家看看 大家看不見我前方呢 我再走近一點 我再走近一點給大家看看 我前方是一排 很大量的巧克力 其實是一些信號發射器 給大家看看 看到嗎 看到嗎 這裡 曾經多次試過用 不同的無線收音咪 都干擾得很厲害 那我呢 就真的很想看看 Wireless Go在Leo的表現 如果不受干擾 其實我用了兩個星期 我已經覺得 我非常喜歡他 如果他在這裡真的不受干擾的話 我是愛死他 那我們拭目以待 我現在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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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他受干扰的情况是几严重 我刚才很心急就看了一条 playback 似乎在这个环境 刚才我这样一路走过来 看这个环境 真的没有受干扰 我就不会放一个很兴奋的表情出来 这么夸张的了 但是我现在的内心是真的都挺兴奋 因为我本身已经喜欢这一对咪的了 我好坦白告诉你 而他可以在这个环境给一个这样的表现 我很开心 很兴奋 因为我之前起码三四次在这里拍摄 不同的无线收音咪 都是有不同程度的干扰 有些是一句话都听不到 当然我刚才是手持着 距离可能都是咪的距离 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知识 可能玩开遥控模型的 朋友都知道的了 其实呢 那个收法距离 就是那件器材的收法距离 其实跟它的抗干扰能力 是未必有直接的关系的 这样吧 这个不是我想抛书包 而是我想分享一些 可能在某一个领域里面的一些基本知识而已 所以其实我就不想着 在镜头前面跑几十米这样 就当试了 我宁愿去选择 可能麻烦一点 去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环境 就看看这对收音咪 会不会受大气里面的电磁波影响 希望可以给到一些实际的参考大家 还有呢 趁现在有阳光 希望可以立刻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不是说这个 好像现在这样 我不是特意反转它 只是说说一下它自己 反转了下去 那就 我刚才一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另外一个方法 我也非常喜欢 那我就准备了三件小器材 分别就是一块 别人贴手机背面的贴片 一个就是 之前呢 我跟大家分享过的 那个盒子 即是现在盒着这个Gopo那个盒子 那个胶盒 那个胶框 它上面移出来的 这个靠靠靠 移出来的 那我就把它银在下面那一截 让它的厚度更加缩小 那就贴了一块 这些很厉害的 好像啫喱状的 一些双面贴纸 那这个刚才跟大家一起去买的 一个超级磁石 这个超级磁石 很脆的 不要跌 OK 那我如何呢 那我首先就撕了这个 这个超级贴纸 撕了这个超级贴纸的时候 基本上我就是想 粘这个磁石在它中间 这个贴纸是非常强劲的 一定不会掉 OK 就是这么简单 粘了之后 我只需要 我现在先脱了咪出来 我先放下咪 好了 我放下咪 应该也收到个音的 可能远一点 我只需要 放一块铁扁在里面 一吸一吸住它 我其实呢 黏我的衣物 哪个位都可以的 我就算是贴纸在这里 尤其是 现在呢 我是带着一个 铁蚂 假设呢 我想贴纸过一点 不要太近 我那个 osmo action 这里 贴纸在这里的时候 这里可以放一块铁扁 对不对 我就一摄下去 搞定 基本上呢 我任何位置都可以 如果呢 如果呢 我下面这里呢 我跟刚才一样 是摄一张卡纸 或者是那些 VIP卡等等 那些 才贴纸呢 因为它的面积大一点 会更加稳固 那就分享这个 非常简单 而且便宜的 刚才这块磁石也是十元 这些铁片是一元块 就是这么简单 这些小零件 其实大约花了十一元港币 那就叫做 我们可以解决了 我们不同的衣物 就不一定要穿衣服 我们T恤 都不怕它很容易反转 很简单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暂时来说都挺喜欢的 但是呢 我回去再看看 譬如我现在这样 摄它的时候 它会不会有一些雜声 我觉得就不会的 因为 应该没有东西 跟它有撞击的情况出现 如果真的有缺点 我都会坦白再跟大家分享 今天呢 我希望快点出这条影片先 之后有关这个Wireless Go 其实我都想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用它的竅门 其实每一样器材都一样 其实是有竅门 我们用得适当的时候 或者我们懂得去避忌一些 真的器材上的极限的时候 我们会得到出来的最好的效果 希望尽快可以制作到这一集 多谢你们看到这里 再说两句 带着头盔先 因为干扰的东西 我不知道它背后是否真的认识了干扰 只不过是尽我的能力 凭我的经验 就是我自己经历过的事情 而跟大家分享 如果今天这个大气电波里没有干扰 而得出这个结果 是一个绝对我不想的情况 因为这个似乎是误度 纯粹一个参考 而我刚才说的所有都是事实 别这么沉 去到这里 今集跟你说到这里 下集再见 拜拜 趁现在有紧余的阳光 我真的不信 因为去到现在为止 我自己就算看了Payback 我都真的不相信 这个小小的无线麦 可以有这样的表现 因为这个地方真的试过三四次 不同日子里面试过三四次 用不同的器材 不同的无线收音麦 都是受干扰的 有不同程度的干扰 包括有一句话都听不到 我现在直接走到这个地方 我不肯定那些干扰电池波 是否从这里发出 是否从这里发出 但是我都在这里 再游走多两圈 看看它的表现 可能大家没试过的 就不知道我现在的心情 真的有用过 在这里用过的话 就会知道 不是容易的 在这里 如果都有一个清晰 不间断的声音 我特意这样试 其实不是特意想做出他 我亦都没有需要特意说好他 Role 其实没有需要我跟他做线稿 而我亦都是最恨做线稿 我到现在其实虽然是开心 但是暂时都未可以相信 好了不要这么沉 那真的说到这里了 我都要先看影片 下集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